鄉親啊我們就接下來看 總統核酸人第二頂的電視政見 發表會 三個人 除了說政見 也選到很記憶 翻 亂 照你剛才的數字 是甜 爽 笑 樂 充滿了太多不真實 那確實是因為國民黨執政末期的失能 2017年的盲 是因為國際情勢的轉變 我們也在進行很多的改革 2018年的翻 是因為我們開始翻轉了整個情勢 那2019年的亂 就是一個背棄了承諾的市長跑出來選 當魔獸世界在台灣的現實社會中出現 政治的魔獸完全控制了五院媒體網軍 而變成超級的政治魔獸 這種外掛好玩嗎 請指出來我們這個草案當中 哪一個滲透的行為 你認為是不需要禁止的 不需要處罰的 請具體的說明 真的不要只有空洞的形容詞 只要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立法院是有足夠的時間跟空間 來給大家做充分的討論 你來我往也說到正見 所有台灣大學生 碩士班博士班的學生 你只要申請到國外大學 不要怕 沒有錢 不要怕 政府幫你把錢找出來 你要出國進修一年 我們預計花十年左右的時間 厚制台灣的競爭力 將台灣打造成為亞洲高階製造 跟研發的中心 我們還要透過更多元的社會照顧 來減輕生活的負擔 骨頭要硬 過去許多國民黨的買半 軟骨病 只照顧少數自己人 宋主義可信賴 不暴衝 第二點的電視經驗發表會 三人都尊崩相對 全力的政策 還有一個選票